本章主要分享的是创业简报的创意 那创意的部分我们提好几个 那这个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让它做一个练习的基础 当各位知道说其实你今天要用一种很耸动的方式 去表达市场产品跟我这三个元素以后 那我就实际做几个范例来给各位参考 让大家了解说为什么为什么怎么去创造 那举个例子我们今天讲的另外一个例子就是 市场就是小家庭的家长 很明确嘛我们今天不管几岁到几岁重点就是国小 然后它的市场有多大 其实最主要就是要符合父母的想法 父母愿意为小孩子去付这笔钱 父母也觉得说小孩子这确实有这样的需求 第二个部分我们今天讲的就是文武双全 加上放小孩放小孩的意思就是说丢的 然后他可以去工作 和虚荣心的虚荣心的意思就是说 他可能可以跟人家讲一下说 我小孩子去学一些什么宋慈功夫啦 或宋慈八段井啊 感觉上反正大家很抽象他也听不懂 感觉好像又允文允武的样子 像这样的复合式课程 我们讲产品部分 也可以说我们今天暑假的情况之下 你办这种赢队 可是请各位注意哦 这种赢队是不是只有寒暑假才有 那我们今天讲是正常上课时间比较久 还是寒暑假的时间比较久 然后所以这个有季节性的部分 你都要考量到到你的收入计算 那第三个为什么要我来做 因为我会很会武功 而且我是救国团出来的 我很会带动唱 各位知道以前带动唱 救国团的时候带动唱 只是我们把它改变成说 第一个我们可以拿来背唐诗诵词 同时我们可以加注自己的语言动作 感觉上好像有点在练武功 感觉上也有点在背唐诗诵词 类似这样的东西 那这样就是一份简报 让人家知道说 其实这东西事实上是很有趣的 然后家长愿意去付钱 而且家长的话会觉得说 这个东西很值得 如果说相情于一切 我们今天单纯来讲 其实学习本身有顺位 虽然有时候人家会讲说 有的家长是 好像就是想送小孩子去学一点 比较特别的东西 可是各位有没有想到 其实家长在选择的时候 他还是有顺位的 他还是基本上是音速 基本上这次特别 有多余的时间才会让他去学钢琴 有多余的时间才会让他去学舞蹈 对不对 有多余的时间才会让你去学 所谓的功夫 不管是楼道 跆拳道 比较正式的 或者防身术 或者说这种小孩子玩玩的 我们讲幼儿的 就是让他提升专注力的这种东西 所以这一个创意 虽然很好 可是他问题会出在哪里 出在所谓的纯手工 纯手工的意思就是 是不是只有我才能教 那我能教别人不能教吗 这是重点 第二个部分的话 重点是在于他的金融门槛很低 也就是说人家也没什么重大设计 也没什么技术瓶颈 也没什么 就算有专利也大概也是是个名称上的专利 所以问题会出在这个地方 然后当你用这一个创意简报三 就是说 这个市场很大 所以说大 我们强调的是怎样 是能够快速变大 是要能够 这个变大能够上市 你对创投才有意义 如果说你这个东西本身不能上市 那创投干嘛投 对不对 那这产品的部分的话 要能够做得到 而且是一种连续满足 至于我这个能力 本身要是很特别的 就是而且我比竞争者强的地方 而且人家copy不来的 所以当你能从这三个角度去吸引到 评审的注意的时候 接下来你讲的那八页 所谓创业计划书的解说 评审才会很专注的去听 感谢各位收听 我是张明 我是玩销利的共同作者 谢谢